老師 我怎麼想 我說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專家學者 因為我是學工的 我不是學文的 你們認為不可行 所以參與我來行的希望 我看到何聖長 他這麼奔走 其實他真的呼呼一切 全力一路 我會用那些教授的方式 我每次問他 你幹嘛呢 但是我發現啊 老子講個話的確是很有 講個反者道之道 如果我不努力穿 他心裡面想 你是不會把我送死啊 所以他可能會 我不曉得大家都會講你的話 他可能會送我小子的小子的 我都跟他說 他照顧見 所以這幾年啊 平安跟講 我在旁邊默默地觀察 剛才主持人所講的就是事實 主持人說 他是從上世紀努力到這個世紀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我講個數字 大家去參一談 我們是為2104年以後的人 在盤算 為什麼2104 因為2104以後啊 中華民族又要不下火 我們是在1124年沒有人放得住 只是很多人他沒有看到這個世紀 他不知道 2014年中華民族又要往下走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他好像滑牛腿這樣下去很慘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做通練 所以我現在做兩件事情 也是故意所思 第一個不要找35位各個領域不同的博士後 來研究易經 因為易經你在那邊講 大家就知道 現在我用35位不同領域人來印證這句話 用他們的專頁應該怎麼講 我想進行過不前的 將來每個人都在那裡 第二件事情 也是很絕的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 把文常維護起來 我們現在什麼都會學 只學道德 所以台灣下一次的領導人 他真的什麼事不要做 他只要把台灣的 我必須要說明 因為很多人對這個 越熟越熟越不熟越不清楚 全世界的人都有倫理 但是至於我們裝倫也倫常 所以如果說我們有倫理去做得行不通的 哪個國家沒有父子 哪個國家沒有兄弟 所以我們經常在話 沒有講得很到位 所以這麼一傳下來就沒有用 所以看看你從佛社長的話 你在佛社長親自做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三番五次的在提起 陳老先生 我們只講一句法語 叫做不忘本 中華民族跟別的民族都一樣 就是不忘本 你把根本不忘記的 你再大的程度都沒有用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我只是想把一件事情 向所有的人去傳統 說我是中國中醫研究院的 榮譽研究員 我到處只講一句話 現在反對中醫 最看不出中醫的就是黨中華人 因為他觀念錯 不是他真的反對 不過請問各位 哪聽筒 兩血腰 這是中醫還是西醫 中醫也可以用不行 或者什麼中醫不能用 工具根本沒有國界 所以我是不贊成東西結合 根本不可能結合的 怎麼結合 那都是騙人的一條網 所以既然我們這樣走啊 我們有幾個基本的東西 我是希望儒惠裡面 把他一個一個把他離心 那後面路就很好走 現在主要是觀念的 只會咬 而不是當真的反對 好不是 你真的跟他說是什麼 他會當真 我是中醫 因為以前 沒有發明那個聽筒 我只好用手 現在有人聽筒 不聽了 笑爸爸 我兩人血腰不是人的 這一講他一個通的吧 我們是想法跟他不一樣 而不是方法跟他不一樣 你看我們是說 在裡面有病以前去調理 他們不是 他們是 這是我覺得 就是畫一個框框 說你在那個框框之類 你是安全的 我在等什麼 等你超過了 我去抓你 然後賺你一尾子的錢 這就叫吸 這個很常的就是錢啊 要每天我兩個一尾子都要吃 我現在在那邊等 等什麼 等你給我捏到 我捏到 我捏到你 把你回去拿給你 這算什麼 什麼失誤呢 其實啊 真的失誤講完了 就沒有爭論 就沒有爭論 也不用說 在民視上 什麼說的 不必 我只想三點 一點 非常感謝 和市長 還有各位 等大理支持 第二點 這件事情 現在會又左右順 因為大家都有覺悟到 你現在到廣東之間的話 跟以前 五年前進的話 完全不一樣 五年前他就告訴你 你能讓我多賺一個億 我少賺一年 沒問題 現在不是了 現在到時候 你能讓我多賺一年 我給你五個億 我先幹幾月 呵呵呵 這個改變是非常快 是不是 而且我可以告訴各位 在十年之內最大的商機 就是 健康產業 健康產業是非常亂的 現在開始很嚴格 但是還著道之道 只有嚴格 我們才有前途 不嚴格打亂仗 大家頭髒髒髒 正確的觀念啊 最好一點 哪怕哪一個國家 他的財政太健全 最後都是被醫療搞垮 那個意外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如果全民要多 比較小康的生活 規法醫療這一塊搞垮 但是知識體大 誰都不敢後 所以不要依賴官方 要靠明天的全身全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曾教授 剛才提到我們 到大陸 一世紀以前 要去之前 陳會長有一次參訓 那一次 第一次的機會 跟曾教授在一起 然後聽到剛才提到他的藝經 我才知道他是藝經專家 然後呢 當我提出來 我在翻譯的一本 就是這個 慈場心論的時候呢 我一看給他 他就馬上 幫我寫一個戲 幫我寫一些話 等於是我的一個大根人 我那一本書 就不知道要賣給誰 但是可能有了他的戲 還超慢一點點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回來之後 回來之後 那個 何社長跟陳會長 他就辦了一系列的 一個 一天 在一個禮拜天 從早上九點半 一直到晚上九點半 我們做了一個 每個半個小時的 一個 等於是一個 考論會 這樣 在那一次的會議中 我 又有機會 來認識我們 就是當天 到了會議 就是林家谷教授 也是那一天的禁會 還有董元寧醫師 都是那一天的一個禁會 所以 我剛才特別為什麼提到 那一件事情 因為 對我們跟何社長來講 都是非常有意義 而且他的延續現在 所以 大家看到 後來他的發展 特別是在林家谷教授 這個自然的一些 教育協會的發展 林教授是 理事長 何社長 是秘書長 這樣也延續了 現在還繼續 還繼續 行動 對 無論說 是 是